老典二十五也是有关于学科方面的那些名称还有专家们 我们先看第一个 一跟二我们在上面都已经讲过了 手很重要 生物学家biologist 那么生物学biology 形容词biologic中音变成后面了 biological这是形容词 同样的生态学家是ecologist 生态学或者是生态 ecology 形容词ecological 中音变成后面了 那相关的一些学科 像历史学家历史 我们就是用history 好像这里有一个补充 history repeat itself 历史会重演 repeat是重复 itself是本身 就讲历史本身会重复 我们中文就翻成历史会重演 这个格言可以背起来 那历史学家 这边加一个ian ististian 都是属于人的一个纪委 好 所以historian historian是历史学家 但后面这两个容易混淆 historical historical 这是历史上的 如果说历史上很著名的 historic 就只有到这个c 没有al 好 这两个容易混淆 第四个 economist economist 经济学家 那经济就economy 经济 形容词经济上的economic economic 经济上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 如果是经济学 我们要加一个s economist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学 但是老师要提醒 后面这两个单字 那么你这边是economical 是经济的 如果是用economical 加al 这个不是经济 这个是节俭 很节省 好 如果是谈到经济方面 如果我们讲说 我们家经济不好 这个经济就是指钱财方面 英文只要谈到钱财方面 我们会用这个 财务这个字 好 这个公司营运有困难 就是指财务 我们要用financial financial是形容词财务的 那名字叫finance f-i-n-a-n-c-e finance就是财务 所以这一些啊 都是很容易混淆不清的用法 那么稍微注意一下 下面有一个补充就是 这个politics 一样字叫s politics politics就是政治学 这是一个学科 那如果是政治是political 这是形容词 political 是政治上的 ok 再来社会学是socialology socialology 这是社会学 好 这些都是在学科上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一定要认识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在协作上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这个节省使用 节约使用 它的动词 你看 economist 经济学家 economy 经济 economic 经济的 这个是动词 economize economize就是要节约使用 好 我们英文的蒋老师 economize 在什么方面 要节约 要节省 哇 这个单词非常棒 economize 食物 我们要节省食物 economize time 我们要这个节省 节约时间 economize the use of water 我们要节约水的使用 就是要节约用水 好 这个 写法很好用 加剧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练习的部分 活学活用 第一题 a study study我们讲过 当动词用是研究 zoology zo zo是动物园 好 zoology 这是动物学 and botany botany是植物 好 to learn about the origin of life to learn about the origin of life origin of life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你说这个是研究动物 还有植物 研究动物植物 来这个知道 来这个知道 来了解 learn about 就是了解 得知 the origin of life 得知 生命的起源 好 生命的起源 这个就是 什么学 生物学 好 生物学 所以这个答案 我们要填进去的是 a biology 那可是这个地方 你不能说一个生物学啊 所以应该是一个生物学家 好 生物学家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把答案写下去 biologist 这就是生物学家 再来 he什么 by using buses to office 他怎样 这个using buses 就是使用公车 就是搭公车啦 to office 到办公室 instead的是 而不是 或者是翻取代 而不是 taking taxi taxis 就是搭计程车 你看 他搭公车 到办公室 而不是搭计程车 那这个就是节省 要节省用钱 好 所以这个答案 主持是 他这边要填动词 这个by不是被动 by就是指借着什么方式 借着这样子的方式 来节约用钱的意思 好了 正确答案是 economize 买i z 一三人称要加s 好 这是第二题的部分 继续 我们看第三题的部分 the jury的 Jurid就是玉 好 mond的Jurid就是玉山 the jury就是 玉山啊 好 这个玉山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 is known for is known for 就是以什么住民 以什么出民 好 这个 玉山国家公园 是以他的diversity 或者是variety diversity就是多元性的 various 是variety是指各式各样 多样的 这两个大致上都可以相通 diversity 多元的 variety是多样的 好 以他的多元性 多样性 什么的多元性 什么的多样性 当然就是应该是讲 生态 因为你是国家公园嘛 所以那边的生态 非常的丰富 好 后面 分号 it it就指 这个 玉山国家公园 deserve deserve是什么 值得 好 值得 值得 our protection a lot 值得我们 好好的 去帮助 好 保护 就是protection 是保护 这样子 这个就是第三题的部分 所以应该要填进去的答案 应该是生态 是ecology 这个才是正确的 继续 我们来看一看第四题的翻译 生态学家指出 指出什么事情 后面就是他指出来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就是名词指句当授词 我们可以讲 生态学家用 ecologist logist 很多 我们用s 那个指出来 英文可以用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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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出 讲出什么事情 那后面就会接 let 指句 好 let 好了 后面 因为这里有插入一个 if 假如表条件的 付词指句 这个插入 插入我们前后都要用逗点 那么他说啊 if 不停止是动词 谁不停止 不清楚 那我们从纪念上可以猜出来 应该是讲我们 如果我们不停止 人类了 你要写我们 写人类 也可以 好 我们写人类好了 if humans 不停止 好 down stop 不停止 污染 天然怀进 这个要小心了 第一个是 stop 后面可以加ing polluting 那有个同学 可能会写 to pollute 那这两个究竟区别在哪里 stop polluting是停止 污染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 停下来 为了要去污染环境 那这个是停止污染 后面有一个环境 停止污染环境 那么用to的话表示 我们要停下来 目的就是我们要污染环境 把环境给它污染掉 那这样就不对了 好 这个是动作要停止 这个是要动作要去做 所以这个不合理 不合理 stop polluting 那么天然怀进 我们把这个答案写下去吧 天然环境 有个natural 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标点有错 natural t-u-r-n-l natural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是指对人的成长 对人的生存有关系的 这个环境要用environment n-n-e-n-t 我们不能用surrounding surrounding是指周遭的地理环境 你们这个家地理环境好美哦 前面有流水 后面有花园 那这个就是讲环境美丽不美丽的 那个地理环境 周遭环境 现在我们是讲我们的生存环境 生存环境当然就要用environment 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单字 好前半段就是补充到这边 if只具 如果我们不怎样的话 后面就是主要只具it it就是指这个天然环境 人们所居住的这种天然环境 它会变得it will become 变成怎样 不可居住 我们看居住是live 那可以居住我们叫livable 好两个写法都可以 livable 那加一个否定 好你要这样子的写法 livable没有e也对 加一个e也对 这两个写法都是正确的 那不可居住就加一个否定 你加一个un就可以了 un livable unlivable就是没有办法居住 不能居住的意思 好天然环境就变得无法居住了 人不能在那边居住 好这是第四题 这个翻译的结构很重要 好indicator lat是这个指示出什么事情 中间插入一个副词词句 后面就是我们lat接过来的名词词句 主要词句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词句 OK 这个就是有关于 一样是很多学科名称的介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